今日確診個案回升 新增33宗確診個案 佔沙咀K11秒斯亞明朝食館群組 再多15人確診 包括9名食客、4名員工 及2名密切接觸者 至今群組共有20名食客、9名員工 及5名密切接觸者確診 另外1名33歲女子 居住在壽茂坪曉麗院曉輝國 在K11秒斯亞卡地亞分店工作 沒有前往明朝食館、單店鋪及明朝食館同層 衛生防護中心宣布 擔心K11秒斯亞有隱性傳播 在K11秒斯亞上班的人 全部都需要接受強檢 而明朝食館確診者在19日發病 而K11秒斯亞宣布 將會在明天起2月28日至3月1日閉館兩日 並實施一系列的防疫措施 張竹棍就指雖然曾經到訪這個商場的市民不用強檢 但呼籲在2月19日之後 到訪這個商場的市民要注意身體情況